西安一旦被直辖 新省会将会花落谁家 西安是陕西省省会 中国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 国家重要的科研、教育和工业基地 截至2021年底 全市下辖11个区、两个县 总面积10752平方千米 常住人口1316.30万人 县生产总值10688.28亿元 西安地处关中平原中部 北宾为何难以秦岭 自古有着巴水绕长安之美誉 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 重要发祥地之一 也是丝绸之路的起点 随着西安的不断发展扩大 关于西安的话题也越来越多 如今西安又有了新的话题 那就是西安一旦成为直辖市 陕西新省会到底会花落谁家 有三座城市的呼声很高 先来看看榆林 榆林位于陕西最北部 陕北地区和核桃地区 黄土高原和茅乌素沙地交界处 是黄土高原与内蒙古高原的过渡区 西闪、甘、宁、蒙、晋 五省区交界地 总面积42,920.2平方公里 截至2020年 全市辖两个市辖区、九个县 代管一个县级市 榆林市陕西杂粮的主产区 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丰富 被誉为塞上明珠 能源复及一地 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 榆林市常住人口为362.48万人 生产总值5435.2亿元 然后是咸阳 咸阳市中国大地原点所在地 辖三区二市九县 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 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 咸阳市常住人口为395.98万人 生产总值2581.3亿元 咸阳是中国首个封建王朝 秦帝国的都城 位于陕西省八百里秦川腹地 渭水川南、宗山更北 山水俱阳 故称咸阳 咸阳身处华夏历史文化长河的发端 是秦汉文化的重要发祥地 咸阳孕育了中国的农耕文明 农业始祖后 既在此叫名价色 最后再来看看宝基 宝基地处关中平原西部 下辖四驱八县 总面积18117平方公里 截至2021年末 常住人口为328.2万 生产总值2548.7亿元 宝基历史悠久 被誉为炎帝故里 青铜器之乡 是中华文化重要之脉宝学 宝基之学所在地 有2700余年建成史 宝基是我国西部工业重镇 高端装备制造业基地 中国太古 是我国重要的铁路交通枢纽之一 以上就是有望成为陕西省会的三座城市 你对这几座城市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